伯仁传最近又出大事了 在最新更新的伯仁传青年篇第12话中 伯仁打败了左柱的十尾分裂梯子 而川木做得更狠 直接摘桃子动手杀了左柱 在上一话中 伯仁接到陆丸的讯息 救了向日葵和左梁那 而本话一开始 他就跟左柱的十尾分裂梯子对手 为了战斗方便 伯仁将向日葵交给了木叶丸 还喊了一声木叶丸老师小葵就拜托你 这让还认为伯仁是杀了名人的凶手的木叶丸有些吃惊 不过话音未落 左的攻击就到了 伯仁也不示弱 右手用草梯剑阁挡了攻击的同时还单手结印 左手释放了封盾突破 左应对不及被伯仁的封盾击退 他趁机逃到了掌坑中 另一方面 川木和迪鲁达赶到了伯仁刚刚逃离的地 见伯仁已经不在了 川木推测伯仁可能是用了什么时空间忍术 此刻应该在敌人跟地势般刚刚接触的地方 川木的猜测 他问川木该怎么办 川木没回答 而是看着之前和向日葵战斗的石螺 此时石螺正呆呆地站在原地 川木很好奇他到底想做什么 在村口 伯仁一行人的战斗刚刚告一段落 木叶丸质问伯仁 你这家伙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吗 你到底知道自己的立场吗 左梁娜赶紧打原场 他说要不是伯仁 现在根本没法想象自己会怎么样 听了这话木叶丸也就没在找伯仁的场 他提醒在场的各位 小心点 敌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从那些找痕中冒出来 此时一直在现场的班长剪警提醒伯仁说 这个阻止对左梁娜感兴趣 甚至即使木叶丸就在身边他都不会出手 左梁娜也大话说 那家伙一直说要吃掉我 还有他的那些能力和变成树的爸爸也团满了 听左梁娜这么说 木叶丸突然激动了起来 他问左梁娜佐助的状态是不是跟蒙皇一样 伯仁给了木叶丸肯定的回复 刚才那家伙是以佐助的查克拉为基础诞生的 无需在意他是什么 也不用顾虑 为了就佐助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打败他 在场的人听伯仁这么说都吃了一惊 木叶丸好奇的是伯仁是怎么知道这些情报的 伯仁没有回答反而提醒木叶丸要集中精神 此时感知班的人感知到在那边的找痕里面有查克拉的反应 伯仁告诉大家冷静点 然而从找痕中出来的并不是左 而是几只找够 见此情形伯仁告诉左梁娜 因为敌人的目标是左梁娜 左梁娜只需要消灭冲向自己的找够就行 剩下的都由伯仁负责了 而木叶丸则提醒班长离伯仁他们远离 这样会安全些 接下来伯仁手指草制剑大开杀戒 而左梁娜也按照作战计划对眼前的找够就是一脚 然而有一只手从找够的身体里伸了出来 原来左藏在了找够中 他抓住了左梁娜的脚 想将它吞噬 伯仁知道左的目的 所以在战斗的同时也一直抽空留意着左梁娜这边的动静 见左梁娜有危险伯仁的手里剑直接就扔了过来 左梁娜击中了左的后背 但左顾忌重施 再一次通过爪痕逃之夭夭 这次他逃回了左部 通过神术将治好了因螺旋丸受的伤 左这个战术 其实就是火影粉丝心中的四代火影的神战术 跟对手打一会儿就可以回家吃个饭 吃饱了再回来打 四代火影没能在火影中用过的神技 今天在左身上实现了 这次左治好伤之后一刻都没有停留 马上就通过爪痕再次回到战场 而为了抓住左梁娜 附近的爪痕越来越多 左梁娜建议由自己在地面诱你 让伯仁飞到天上用螺旋丸攻击 伯仁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觉得用螺旋丸并不能一下干掉敌人 这次他要用窝燕的最大功力 一下干掉它 对于这个绝招 左梁娜还第一次听说 伯仁将这个忍术的原理又讲义 那就是利用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产生的离心力 伯仁将这个离心力称作是新的查克拉 并利用这个制造出新的螺旋丸 左梁娜不知道这个忍术的威力有多大 是否能干掉左梁 伯仁告诉他 这个树的威力理论上没有上线 毫无顾忌的话是肯定能做到的 只是凝聚查克拉的过程中必须双脚跟地内接触 这就是他不能飞上天空的原因 而且要想做到一击必杀的话 还需要积蓄足够的查克拉 听了伯仁的这段话 一旁的木叶丸愣着 可能在他心中已经对伯仁是否是木叶的仇人产生了疑味 而伯仁话音刚落 一只手就从爪痕中伸了出来直奔左梁纳 木叶丸也早就注意着附近的爪痕 所以第一时间释放了螺旋障壁 这让左的这次偷袭无功而返 不过伯仁却有点不满 因为他刚才嘱咐木叶丸照顾班长捡捡 木叶丸则反驳伯仁说 做什么是由自己决定 有空发牢骚不如快把那个书完成吧 话音为落左再次出现 这次速度极快 左梁纳根本还没做出任何反抗动作就被抓住 但左梁纳也早有准备 在被往下拖的时候 他发动了千两点 这直接把左垫的浑身麻痹暂时无法行动 借助这个空障 左梁纳发动了老爸交给他的一族的绝学 也就是一只博宝帅 将左扔向了博仁 此时博仁的卧焰其实还没彻底完成 但见眼前的情况也别无选择 他瞄准迎面飞来的左 卧焰螺旋弯击出 左的身体成快速螺旋状飞上了天空 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呆 这一击直接将左的下半身打得灰飞烟灭 左只剩了上半身 但即使是这样并没有将左杀死 在他下落的过程中 他仍旧想通过找横逃离 见左还活着 博仁飞身过去想将其击杀 然而左刚刚落地 川木就提前赶到 发动能力将左置住 还冷冷地说 很痛苦吧 我来帮你解脱 画壁能力发动 左的上半身灰飞烟灭 然而散落的灰尘逐渐距离 形成了个类似于花苞式的东西 川木并不知道这是何物 博仁伸手将其抓到手中 看着这个东西若有所思 他将这个东西给身后的联络挖开 并问他怎么样 是这个吗 联络挖另一头的果心巨师说 不会有错 这和他见过的一样 是机会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博仁想一走两只 毕竟在众人的眼中 自己还是木叶的敌人 不过川木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还用手揪住了博仁的衣领 叫他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博仁只得无奈地说 听说这个是能救出 变成树的佐助的东西 解释完之后 博仁叫川木把手拿开 否则就给他剁了 不过川木并未理睬 反而质问博仁 听说的 到底是听谁说的 刚才在跟谁通话 然而川木的疑问 被从远处射过来的激光弹把断 博仁被击中随即摔倒 这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乱作一团 川木却好像早有预料 他联络迪鲁达问发生了什么事 而此时站在迪鲁达身旁的石罗 有些丧气地说 切 打偏了 迪鲁达也不敢相信石罗 居然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完成狙击 回到博仁这边 博仁倒地后 吉魂就滚到了一旁 因为这关系到左柱的命 左梁奈想将其拿到手 结果刚一靠近吉魂 远处的激光弹再次袭来 击穿了左梁奈的胳膊 而吉魂也飞向了远方 博仁和在场的人都心有不甘 但却没什么办法 最后吉魂落到了石罗手中 石罗有些气愤地说道 博仁那个混蛋居然连吉魂这件事都知道 看来已经出乎意料的危险了呀 随后他又说道 作为神术的饲料 有穿木一个人就足够了 至于你 大统木博仁 我已经决定将你铲除 本话也就到此结束 这话中有几个点可以说到说到 第一点是石罗怎么找石鸡找得那么好 而且狙击得那么准 原因可能是他的轮回眼 跟其他人的眼睛有共享视野 比如左或者那些找购 而且连吉魂都有轮回眼 所以他对博仁这边的情况 其实是了路指掌的 能射得那么准也就解释得通了 第二点是木叶丸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记忆 虽然在言语上还跟博仁有小冲突 但他总体上还是听了博仁的意见 而且在施展螺旋障地的时候 从站位情况来看 更像是在保护博仁 还有就是听博仁解释左柱和左的关系时 木叶丸很急地问 是不是和蒙皇的情况一样 看来在木叶丸心中 蒙皇的地位很重要 这也就没有蒙皇和花火之争的问题 木叶丸跟蒙皇算是官配了 只是这俩年纪并不小了 已经27、8岁了 居然还没有完婚 第三是果心居士居然认识急魂 甚至可以说得尚了解 也就是说在左柱之前 还有人被神术吞噬过 果心居士通过得到急魂 可能救过那个人 这个人会是谁值得猜猜 而且既然已经说出了 急魂这个东西的作用 那左柱醒来就有希望了 再加上之前九尾也复活了 那离着名人解除封印的日子 也不远了 换句话说 火影老粉们有盼头了 好了关于博仁传青年篇 第十二话今天就说到这儿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